射精有助防止纏烈线癌 我原本想说,有可能,一向以来我知道 我认识的人,60以外,近乎80 他仍然有保持防止,他偏向我们的河山 最后的那位都75岁才生 我计算过,75岁,他生他那时候 Donald Trump也很大年纪生,他幼稚 原来有医学上根据,通常保持性生活 疾病也比较少 他们尝试说,这种叫清瘡 如果有些人没有性生活,没有结婚 又不喜欢偷吃,那你会怎样 你里面处置一些东西,那会怎样 有些人说谷青上脑,有些人说什麽 其实在医学上,人体结构上来说 所谓你多出来的东西,你年轻又有梦违 你老了我不知道会怎样 因为每个人老了都会有一定的伴侣 应该就不会发生这件事 那你会怎麽算呢,但你出不了 即是叫出不了,那你去哪里 原来他是自动被人体急修 是的,因为里面只有一些蛋白质 原来在医学上来说,人体上 你会自己根据新层代謝 即是跟血液一样 就算你出不了,他都会自己替代 而是被自己吸收的 那这些东西又没有副作用 副作用就没有 因为似乎都是自己製造的东西 即是自己製造毒素 毒素哪里来呢,永远都是由你的口 即是你吃东西不要就有癌症 或者有胃症、肥胃、腸等 那些走来 他说这件事,为何有少少 也不是开过科医学根据 他会说,原来 他们就是说,当你有定时的清瘡 即是把你的清瘡收拾去 原来有一件事是好 原来他说,射精多是将你身体 在某一些不好的累积的毒素 顺便排出去 即是等于你的人 无论医生有什么都好 人最健康有什么就是喝水 喝水越多,就算你怕胖也好 你将你很多东西去掉 其实喝水最好的 是不停将你不好的东西去掉 如果下面有射 射了然后,尋量经你的前列线 排出了一些 worn behold spectator 但没有定论 依然连统计上 真的会这样发生 为何呢 一般來說,如果你用你的數字 例如你30歲用了3次,以9為單位 平均以一個次數來計算 3次來計算,3乘9等於27,3乘9乘27 即是平均每兩個星期就要射精7次 那數字越大? 再看看,40歲的男士就是4乘9,36 36相對於3週內就射精6次 這樣算是30,我以為一個月要射36次 對,50歲的男士就乘9,45 即是4週內就射5次 這個問題有多厲害,神秘的數學 即是4週內一個月射5,4-5 身體健康,如果他90歲還未去 99、81、81 99、81 即是兩個月內你會出一次嗎? 這個數字好像很厲害 如果以人體結構來說,精子製造的生產量是有合理的 男性和女性的結構有一點不同 其實你是七、八十歲的年代製造了精子 我總的計數很神奇 譬如他20歲 29、18 這樣一個星期就射8字 好像很合理的 真心說 不要啦! 當時我們早下的節目 豁出去了,我說你 我正想說的,豁出去了 我們是監製展出來的 要大家聽得開心 我們就要說一些讓人開心的說話 說 快點 因為我認同你剛才的數學論 因為我試過,小弟曾經試過 20多歲,年輕時 真的一元出來那一刻 就來了 再馬上回馬槍再來 是可以的 年輕時真的可以 不是我 我告訴你日文 日文有一句 我心想有沒有那麼誇張 有些人要教的 即是譯中文 就是不拔出來 連續三法 有可能啊 有這樣 不拔出來機關槍 不 即是譯中文完了 可能過了一點時間 假設又硬了 他好像用劉卡茲衣三法 好像這樣上禁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有這樣的奏藝 他應該拿去給你研究 寫了一本箱 你怕不怕呢 算了,不要去人的名字 因為你是真名 因為我寫過架子的名字 他經常非常色的名字 他講出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跟他的名字有關 Anyway 這句話其實不只是發自於他的 我聽過其他日本媒體都說過這句 不拔出來連三法 這句話 OK 繼續 開玩笑 因為為什麼呢 那時候 我印象中 因為那次 我還記得哪間 可以去攝影機還是什麼 是 是真是兩法 即是連續兩法 那兩法的量 都 沒有分別的 年輕 年輕 好想 網台節目 開始接受訂購了 你除了可以親身到上環D100專門店之外 還可以去銀行入數 又或者透過櫃圓機 過數都行 還可以登入D100網站 D100.NET 訂購 想即時過數 用轉數快 就更加方便了 感激各位支持 有沒有不明白 可以打給我們D100網台專線 電話22971825 22971825